接下來要帶你們來吃 我們今天這個素食 素食有什麼好吃的素食 麥當勞那種 不…跟麥當勞那個可不一樣的 不一樣 當地今天有名的 只要是我們在這邊的人 都知道這家素食店 真的喔 就好像菲律賓有一個什麼病嘛 Mr. Beans 而且那間店是超越麥當勞 超越肯德西 所以我們這家也是一樣 它每天的那個外包量多大 外什麼 外包 外帶 好厲害喔 喔 那真的蠻值得攜帶的喔 今天這邊的素食店 可以大概知道 大概也是賣些什麼 那些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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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麵有點慢 對啊 為什麼開這麼慢 是到的意思 一拍大部分才太快 好 到了 嗯 蛤 這裡 不像嗎 長得不像素食店 麵包嗎 麵包 法國麵包 配鍋水 對 要不要下去啊 不用不用 這邊 好 這邊一下 直接這樣叫就可以 是 放 雙龍幫 可以拿那個 它這個是像那個法國 那種越南麵包的內容嗎 有一點像 但是裡面的內容是不一樣的 好啦 好快喔 這個我們也沒下車 算是得來死 這也太方便了吧 我看人來人往啊 大家就是點完 馬上就拿走 小屋說這家店 只靠一樣食物就賣翻了 表示當地人真的很愛這種口味 而且喔 因為方便快速 他們最常來買的人 以學生跟上班族群為主 好啦 不說了 趕快來吃吃看是什麼味道 裡面包的是 你三個都點一模一樣嗎 對啊 它只有一樣而已 只有一樣 只有一樣 它裡面沒有包一些菜嗎 有 菜它有另外配給我們 它有配什麼菜嗎 它有 它有這個 酸黃瓜 胡椒 然後還有這個 蔥 蔥 夾進去嗎 再夾進去 蔥夾進去 咦 什麼 沒有 再質疑我對不對 我怎麼會質疑你呢 開玩笑 這樣放進去嗎 會很酸吧 不會 他們當地這樣吃 怎麼樣 是好吃的 真的 我本來覺得那個酸黃瓜會很酸 結果呢 這才會不舒服 變得像吃熱狗一樣 其實還好 第一口更好吃 第二口怎麼說 比較飽滿 這是越南麵包 我們的比較好吃 對 小巫 你也先聽我講完嘛 我是說啊 這個法國麵包吃下去的口感 很像 我在越南吃到的 烤得酥脆又不硬 用抹上的豬肉醬 夾進自製的火腿 再放上 酸黃瓜跟蔥 吃起來 有很濃重的豬肉火腿 跟蔥的香氣嘛